汽車小學堂上課啦 今天要帶給大家什麼樣的內容呢 其實有很多的觀眾朋友跟我們反映說 他們在用車的過程當中 最常遇到的狀況 其實就是在輪胎的部分 那到底這個輪胎 有這麼多種可以選擇 甚至於輪胎上面 有各種的狀況會發生 還有輪胎要怎麼樣保養呢 今天我們就要好好的來告訴大家 除此之外呢 我們汽車小學堂的總教官旁的老師 今天也要為大家來介紹 如果當你的儀表板上面 發現了不明的燈亮的時候 應該要怎麼樣故障排除呢 所以請大家好好上課 千萬不要翹課囉 首先我要先問一下艾達 就是我們在選擇輪胎上面 我們要先看得懂 它到底輪胎是怎麼樣嗎 那上面是不是有一組 所謂的摩斯密碼呢 摩斯密碼是這個在打仗的時候呢 這個打電報用的時候 這個避免敵人 這個發現你要傳遞的訊息 那當然輪胎上面呢 有非常多的一個標示 以及尺寸數據等等 不同的一個意義 那當然很多人不懂人就覺得說 哇看不懂啊 是不是就好像摩斯密碼 你是原廠好像打上去而已 其實我們要了解輪胎 它上面有很多的一些數字 我們舉個例來說 像這一條輪胎呢 基本上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一個一個找 像這個部分 摩斯密碼 它寫了一個outside 有outside表示 這個輪胎呢 你在裝的時候呢 這個是屬於外面 屬於外面的 那當然在尺寸上面 也是一個非常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這裡 對這裡205 205表示的是輪胎的太寬 寬度205 那55呢 205 55 55是表示這個輪胎的扁頻率 那扁頻率是根據胎寬的 來去計算 所以呢 你不要以為說 205的55的這個厚度啊 跟235的55厚度是一樣的 那絕對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是根據胎寬來去做這個變換的 那再來就會有一個這個 R16 16的部分又是什麼 16指的是這個輪胎內存的這個直徑 這個是直徑 16的部分 所以也就是說如果你的輪胎使用的是 16吋的輪胎 你買了一個17吋的輪胎 那保證是裝不上去的 對不對 那再來呢 後面還有一些數 譬如說這個 94W 這是這個輪胎的一個載重的限制 對 載重的限制 甚至還有出廠的那個年份啊什麼的 最重要是大家都會擔心買到所謂的庫存化石胎 那怎麼樣你在輪胎上面可以看到呢 這個輪胎是什麼時候生產呢 我現在把這個輪胎轉過來給大家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啊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那這裡有一個4518這四個字喔 對 4518這四個字 4518代表什麼呢 是18年的第45週所生產出來的輪胎 我們知道一年有52個禮拜 所以這個輪胎呢 基本上呢 距離我們現在錄影的時間 出廠時間是相當相當的近 它可能甚至還未滿月喔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新的輪胎 那當然在輪胎上面 還有其他的一些標示數據 例如說這個地方 它有寫最大容許的胎壓是 這個340k bar 也就是相對應大概是50psi 也就是說你這條輪胎呢 你這個胎壓呢 你不要打超過50個psi 那當然其實我覺得胎壓的這個設定呢 最重要的還是要依照車輛本身 設定上的一個要求 原廠建議的胎壓值來打 才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狀態 那當然現在天氣比較冷 我們知道輪胎行駛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這個胎壓會變得這個溫度會升高 在溫度升高的同時 胎壓相對也會變得比較高 所以現在進入的冬天 在冬天的時候 你的胎壓會稍微比較降低一點點 所以我會建議消費者 或是觀眾朋友們 這是在你在冬天的時候呢 你把胎壓稍微提高1到1.5psi 這樣子會比較容易達到一個這個 滿足在正常的一個工作溫度 所以其實啊在輪胎上面有這麼多的一些學問 在裡面除了基本上我們看得懂輪胎之外 很多人就說不過就是四條輪胎嘛 那裝上去的話能走就好了 但是輪胎有非常非常多的種類 甚至於在胎紋上面也有一些不同的功能性 對不對 那個龐德老師 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對我們以現在這個四條上來看 其實胎紋呢 你大致可以看出一點點美感 就是說呢 你可以發現呢 那幾條看起來花紋好像比較密一點 這條是感覺好像是最密的 對感覺比較密一點 有沒有比較一下 比較密一點 那這一條呢 感覺花紋的胎塊 好像比較大塊一點 對 大概大致上可以這樣分 那我們可以看啊 這個F1賽車啊 如果沒有下雨的話是不是用光頭胎 光頭胎就是沒有任何胎紋的 那一下雨的時候 哇全部躲到PIT去裡面 換那一種所謂雨胎 雨胎就是有胎紋的 所以胎紋呢 其實最大的功能就是要排水 因為你看喔 剛才關鍵還問我說 哇這輪胎好大喔 這面那麼大 感覺是不是要off road的時候 對啊是不是要越野車或大房車用的 其實我們看這個側面喔 其實它很扁 它很扁 它只是胎面很寬 所以剛才艾達有提到所謂的扁頻率嘛 對 就是你這個正面的胎的寬度 跟你看它側面的 它輪框到這個地面的這個厚度 相除那個百分比嘛 數字越小表示越扁 那你看喔 它今天越寬的胎 跟地面接觸面積應該越大嘛 對 我們看輪胎原來在滾啊 但輪胎會變形 你車子一頓重兩頓重 一壓下去的時候 其實跟地面接觸的面積 我們這樣看 就像一張A4紙一樣 是一個長方形壓平 等於那一片面積接地嘛 沒錯 那我們快速滾動的時候呢 越是寬的輪胎 你如果說有水啊 或者下雪 像國外 或沙地啊 泥巴等等的 越寬的胎 那個水分越排不出去 我們在國外開車有沒有 就下雪的時候 哇 你看那些什麼911啊 或是很厲害的跑車啊 都不會動啊 反正現在日本的小轎車 什麼CIVIC 輪胎窄窄窄窄窄的 如露無人之境啊 所以呢這個胎裡面呢 這個所謂的這個胎紋 主要是要排水 排水用的 那麼呢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有胎紋之後 我們想一下 光頭胎跟這個胎 我們一樣講同一個面積 那塊A4紙好了 今天這一塊跟地面接觸之後 如果是光頭胎的話 是不是整面接觸面積 實實在在的都貼在地面上 對 沒錯 就是蜜的嘛 黏住性很好 對啊 沒有胎紋嘛 對 那如果胎紋的話 你看喔 我跟地面一接觸的地方 胎紋的地方是空的 所以接觸的地方就比較少 對 沒有錯 所以呢 胎紋越少 在乾的時候 沒有雨的時候 胎紋越少 其實抓地力是越好的 但是我們都不是賽車嘛 我們不可能一下雨 就是換輪胎 放晴又換輪胎嘛 所以一般都是兩者取 一個中間值啦 但如果說呢 這個胎塊相對比較大的話呢 表示說呢 它可能更注重運動性 為什麼 你看喔 今天我們如果說看很多那種 影片在試車的 在過彎的時候 如果慢動作拍那個輪胎 你會發現我們鏡子的時候 看輪胎都是 都平平整整的嘛 這是在過彎的時候 哇 這個輪胎是扭一邊耶 扭一邊 就是你慢動作去看的時候 因為輪圈不會動 輪圈是金屬嘛 那輪胎跟地面用力拉扯 就會偏向一邊 那個左右拉扯力道非常的大 那你今天如果說胎塊 越多的話 一塊一塊小小的 你看嘛 它是不是越容易扭動 那個面它越能扭曲 如果說整個面是很實的 或是說胎塊相對 每一塊比較大塊的話 它比較不容易順序的時候被扭曲 所以一般一般面來講 抗禽這能力比較好 抓地力比較好 幾何角度也更好 所以粗淺的分辨就是說呢 如果胎塊大塊表示要注重運動性能 側向的時候不會扭動 如果說胎塊很縝密很小塊的話 可能是比較寧靜的 然後排水性比較好的 那剛艾達也有提到說呢 其實英文一般有兩個英文字啦 一個in side outside的嘛 這事情跟各位分享過 就是說絕大多數的車啊 我們講campus都是做副角度 比如說我這邊是車內是車外好了 一般都是有一點點這樣子的角度 有沒有 一點這樣的角度嘛 所以呢你現在如果直徑的時候呢 通常內面喔 可能讓它平整一點 比較不會有噪音啦 但是呢一過彎的時候呢 一過彎又吃到外面 所以呢內部呢 希望寧靜一點 外面呢希望能夠呢 支撐度好一點 所以in side outside會有不同 那另外一個英文字呢 叫做rotation 就是滾動 在側面 今天這個台有沒有 我不確定 如果一個rotation 一個箭頭的話 表示說呢 你一定要這個方向滾動喔 你不能反過來喔 為什麼講這個呢 因為很多輪胎的老闆喔 不知道 大家很辛苦嘛 一輩子很辛苦 然後也很希望替消費者省錢嘛 那尤其像愛大 我們開很多是性輪車嘛 那後輪的campus都很大嘛 你跑一跑很容易 不用跑一萬公里面就吃胎了嘛 那老闆啊你這樣不行 來來來來 我幫你對調起來 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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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這個 剛剛龐德哥講的這個叫rotation 就是它是有一個所謂的 單導向的設計 就是要用這個方向 單導向胎 這樣子的一個方向在運轉的時候 是可以展現輪胎最好的一個抓地力 那如果像剛剛龐德老師講的 這個輪胎行的這個老篩 也沒注意到這個事情 就跟你說 我跟你說 你冰冰 裡面這個比較深 外面比較深的胎盤轉到裡面 你還可以繼續撐一陣子 可以這樣嗎 可是你要知道 這個時候呢 是這個輪胎抓地力最差的時候 也就是說你在駕駛的時候 會有一些 這個容易打滑的一個狀態發生 給你吃 就不含了 我把這個招佔了 就不放了 多從很多時 就不進 你把這個招佔了 就不含了 感谢观看